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航 现在呢 咱们在华强北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最近几天呢 这个iphone13发布之后呢 这个老管机型的话也是在一直的调价呀 现在的话 咱们去看看都是一个什么行情 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最佳的入手时机 一代机皇啊 擦s 每个时 当年首发的话也是1万多 堪比现在的13泡路美格 现在我拿的这一台呢 是一个美版的256g 单卡三网的插兰卡就可以使用了 小花机外观有个部电池效果是87% 咱们是3k拿下 现在呢 咱们去帮一位大哥拿来这个平板啊 他不去给孩子上网课用 这是一台ipad2017款的wifi128g的尺寸的话是一个9点七寸的 虽然说是2017款 但是目前的话 还是感觉不到有什么卡顿 不管是这个看电影啊 上网和都还是可以的 丝滑的顺畅啊 这台的话 咱们是1 7k拿下 带这个12泡路美格斯的 真的可以说是已经白菜价了 一个都不夸张 国航的话 目前还是在11000左右 全新的 这两台的话是一个美版单卡的三王5g 全新激活了 没有使用过 充电都是零次的 再保还有300多天吧 这两台的话 咱们是7 7k拿下 相对比国航的话是又省了几千块呀 觉得是比较香 iphone13的话 二五六季都要6k多 还是继续来拿几台这个二手的12泡路美格斯 这一台的话也是一个美版的 准心机 激活没有使用过 充电的话都才是几次的 再保的话都在300k左右吧 这几台的话咱们是7 2k拿下准心机 相对比这个iphone13的话 250公里也是要接近于7k 你们觉得哪个用的更舒服呢 十一普通美格斯也是美版的250勾计 同样是单卡 只要是美版的话 不管是什么机型啊 都是不支持双卡的 现在的话终于是已经跌破5k了呀 这是一台冲心机 外观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磨损啊 没有什么磕碰啊 划痕基本上是没有的 电池效率是90% 这台的话 咱们是4 9k拿下 再过来拿一台千元安卓机 这是一台三星s18加128g的 相机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啊 非常的清晰 对焦的话也很快 西明星的话也是完美的 确保是原装无拆无修的 不会漏气的 其实呢 玩三星呢 玩的就是一个屏幕一个防水 如果说是屏幕不行的话 或者拆过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台的话咱们是1-4k拿下 现在刚从市场回来咱们这个包啊 现在的话也是很满了 最少有个十几十几斤是有的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收获 这些呀 都是咱们下午在市场里面选回来的 都是刚到的新鲜货 挑的是 冲心机 变质的话也是比较高的 像这种苹果12128g的 都是这种冲心的 而且变质的话都是100%还没有损耗的 像这种机型的话 还是有这个存货的价值 你想到那种小花鸡也是电池八多的话 那种的话 没有一个存货价值 因为的话市场里面太多了 随便抓 随便砍价都有 主要是这种高品质的 还是比较稀缺的 先来看一下这个iphone11不是iphone12啊iphone12 这款机型啊 最近三五天是连续接了有三四百块 这是一台国行的128g的 看着充电口非常的干净 这才的话充电才几十次还在宝 电池的话也是100的 这才是高品质的手机 使用时间短 才是高品质的 这是一个 哎三星NOT20U 这台的话是一个韩版的韩版单卡的单卡三网5G和国航话就差了一个双卡而已 但是的话价格才4k多非常的廉价 国航的话是有5k多 又是省了快上千块 这边呢 还有这个插妹个死了 这就不说了 下午的话视频已经已经拍过了 这就才挖着重新机 哎 这是什么机 插妹个死 插妹个不对 这是11抛落妹个死 有所的 已经黑接好了 插上卡就可以使用了 这也是最便宜的大三桶机型了 现在的话4k拿下4k 11抛落妹个死64g4k拿下 真的是一代饥荒陨落呀 这个是叉对叉而黑解的128g的充电四次也是一个稀缺资源 这边的话 这是什么机器 把批批批批的话就品质不太高 这个机型话比我老品质一般般 我就这个十二十一普罗马了 这个也是一个黑解的 电池的话 百分之一百没有损耗 非常的稀缺资源的 也是整整选了有几十个吧 就选了这么几台不到舞台 重新成色 现在在的话也才4k多一点就可以了 还是256g的 好 现在呢 咱们要开始见机了 今晚的话 任务比较大 这些道全部都要给他搞定 有问题的话 该退退该坏坏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个了 我是阿航 我在华江北 关注我手机航行不迷路 想了解更多手机相关的支持都可以给我评论加关注 我都会给你们一一回复的